欢迎来姐妹 今天的四兄金句是 我要永远歌众上主的人词 圣荣八十九篇二节 今天是圣米谷的庆日 米谷这位追随着百多禄 后来也追随着保禄 也是一位福传的使者 不单如此,他流传后世的出名 就是编辑了买谷的庆日 所以他所做的和所遗留给后世的 我想是正正表达出 他如何愿意永远歌众上主的人词 这份上主的人词 不是一种抽象 不是一种原则性、理论性 而是米谷自己如何经验到 天主在他生命里面 给他的这份慈爱 引领、祝福 或者表现在 一些 天主为他解决了一些问题 一些困难,像我们这样 我们如何经验天主的人词呢? 可能也会 天主也会显其职 或者一些普通人 视之为偶然的事情 但我们就体会到 天主帮助自己 能够完成某些事 帮助我们解决困难 但到最后天主的仁慈 不是彰显在为我们做什么 而是给了我们一个身份 就是我们是他的子女 他是我们在天的大父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在心灵的深处 都时常会问 究竟我是谁 究竟我为什么会在那里 将来我又去哪里 慈爱的天主 在他的启示里面 特别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圆满启示里面 解答了我们的问题 不单止解答我们的问题 而且真的被我们经验到 那份的隆情厚意 大恩大德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都好像买谷一样 向天主有这份应许 有这份承诺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不是一时三刻 而是时时刻刻 不单止用我的歌语 赞美 而且也有我的生命 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等我们在接触其他人的时候 如何都表达出这份 我们来自上主 对我们的仁慈 因而我有份喜乐 有份平安 都有一份勇气 可以为他作见证 使人都会分享到 都会体会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他所爱的子女呢?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人词 圣荣89篇 二节